关键是今年所有的人都没有赚到钱 还实体店的人完全没有生意 一直盼着我不好的孙子们 你们好 终于如你们所愿 现在关门了 如你们所愿 现在终于关门了 有多少老板是这个样子 花了重金去租了房子 花了几十万上百万装修 但是苦苦坚持了一年 就是没有客户禁店 苦苦坚持到年底 转让又转不出去 最后呢 无奈了就放弃了 只能搬空 贷款的钱也还不上 借的钱也还不上 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朋友投资的一个火锅店 这里差不多装下来 花了一百多个吧 曾经呢 这里也是人山人海 一大饭点都会排队爆满 甚至连外面都坐满的人 现在也是因为口罩的原因 店里面呢 也没什么人流量 没什么生意 每天睁眼就面临着 要亏损两三千块钱 房租 水电 人工 等等一系列的开销 根本每个月的 都是入不敷出 今天店里面的生意 是真的很差 可怜吧 像往年的这个时候的话 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像现在这样子 真的是人很少 很少 我们家店铺子的话呢 一般正常过来的人的话 都是99%的 都会成交的 可是问题就是没有人呢 今年这个生意啊 南欧 解释是生意人的寒冬 今天到这来转一下 解释惨不忍睹 晚年这个季节 这个时期正好是回血的 一年回血的最后一个月 到底不够 你看现在 都不成样 就过年了 按正常来说 现在已经进入了 我们美化行业的 旺季中的旺季 按照我们美化 这几十年的大数据 只要进入大院 就有很多店铺涨价 因为春节期间 什么洗头涨五块 十块 减头发涨十块的 很多店都开始蠢蠢不住 但是今年 大家看一下 这是那月份的生意吗 真的是太凄凉了 而且的话是太惨淡 就是完全没有看到过年的影子 我记得去年 我们刚开业的时候 像下午这个点 两三点钟 基本上店铺 做的全部都是大头 不是烫头发 就是染颜色 就是蜡齿发 忙得不易落苦 但是今年 完全看不到一点影子 所以说太难了 之前没有解封的时候 店铺的生意还可以 当解封了之后 这段时间 明显的感觉到 深圳的人流量 一天天减少 特别到晚上八点钟左右 街上基本上 都是很少的行人 我观察一下 我们这条街的门面 基本上除了药店 诊所 加水口店 生意是比较好的 其他的像什么 餐饮店 美容店 百货 日用 超市 都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今年盼 年头盼年尾 盼了一年 到最后盼了个季末 谢谢大家